最近天天都戴口罩 尾片都少了用粉底液 但如果和同事吃午餐不想太赤裸的話 可以隨身戴上氣墊Cushion 補少少粉即時有安全感 我的膚質屬於雲合偏乾 容易敏感泛紅和起暗粒 今次就無著戴口罩會爆粒粒的風險 和大家試了三款Cushion 分別是Laura Mercier Chanel 和Gifronchi今個春季最新出的Cushion 結果三款都沒有三粒粒和敏感 如果你都在找抗潮濕、防汗水、春夏天適用的氣墊Cushion 就要看下去了 Chanel這款完全沒有黏粒感 三個之中它最清爽透氣 粉調的顏色特別適合膚色蒼白的女生 它上臉後完全沒有粉感 但因為遮瑕度比較低 如果瑕疵多的話就要另外用遮瑕膏 最近戴口罩不用發那麼厚妝 用它輕提涼膚色再畫眉 就見得人了 Laura Mercier是三款之中最高遮瑕度 同時都是光澤感最強的Cushion 上第一層已經遮了七成瑕疵 再薄薄上多層就可以打造完美妝效 我試過用它帶了全日口罩 除了鼻頭和口罩位置有磨擦之外 其他部分都保持得很好 它很有光澤感 同時抵抗潮濕天氣 喜歡奶油機妝效的女生就不可以錯過了 上粉底有遮瑕度之餘 有追求持久度 Gifanchi這款和Laura Mercier一樣 有強勁的遮瑕力 不同的是Gifanchi上臉之後呈現半霧面妝效 平時出街補妝都可以散略定妝步驟更加方便 雖然它是半霧面底妝 但它不顯皮膚紋理 即使是化了成日妝 最容易出紋的額頭位都不會有卡粉的情況出現 坊間的洗澡水一般都比較刺激 會令粉撲越洗越硬 甚至出現裂紋 美偏推薦用卸妝油代替洗澡水 以按壓的方式確保粉撲吸收油份 加點水將卸妝油乳化 反覆按壓將水油混合 再迫出粉底液 勤力點清潔 就不怕粉撲髒令Cushion滋身細菌 粉底自然更耐用啦 可以留意你的流氧 這會是第二次物 blanket 也可以看到我們